嗨各位,我是出家閉關、看破紅塵、洗心革面回來的鏡串衣 以前的我做過非常多不得體破壞社會善良封鎖的企劃 但現在我已經浪子回頭了 所以從今天起本頻道將開始宣揚愛與關懷的理念 而講到愛與關懷又有什麼主題能比辣妹還要更好發揮的呢? 日本的辣妹文化最早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 首次出現了Giaru辣妹這個詞 到了90年代逐漸發展成一個只設單一一個特殊潮流或者族群的代稱 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不愛胡就是十多年前曾經風靡一時的109辣妹 109辣妹最著名的幾項特徵包含有黑的皮膚、漂白的頭髮 非常爆炸性的妝容多到不行的小妝飾品 跟底超厚的鞋子之類之類的 雖然依現在的審美觀來看這些東西實在很能算是好看 不過像這樣的打扮風格本身其實也展現了這些辣妹他們想要反主流的叛逆之心喔 所以大多數人預想這些人的性格或許都是比較不拐不聽話 違反社會秩序善良風俗的 而事實上在現實中或許很大一部分人也真的是這個樣子 但是但是當我們來到少一個低的動漫領域之後 這個情況似乎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節目聽說辣妹都是聖母 但...對...you see it coming 由日本Falcom授權超人氣軌跡系列改編的 英雄傳說閃之軌跡3RPG手遊來啦 主機版宏大的世界觀 每一個轉折每位角色強大的聲優陣容 內山昂徽、東山大法、好江口、大老師 一切的懸疑、謎團還有帶入感 在手遊版裡面全部都找得到 由箱在5月13號開啟限量封測 現在已經開啟雙平台限量封測預約活動了 OK 這跟我在畫面上秀給你們看的一樣 點擊下方連結生意成為先前隊員 還可以有幾雙醫頻道限定的專屬福利哦 百無盡妓女高中生私房話是一部一集8分鐘左右的動畫 嗯...對...代表你不只可以泡麵還可以邊看邊吃完吼 劇情講述女主辣妹子跟她的好閨蜜、宅子還有大小姐 每天在學校聊各種女生很私密的閨房去世的故事 聽到這裡你或許會期待這部動畫有很多很黃很標的福利 我不會說你完全得不到 但就如我前面說的 這次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辣妹子表面上看似非常的不良 叛逆打扮花枝早展一早來學校昏昏沉沉 哇你這確定不是前天晚上才跟哪位施主轟轟烈烈的念了一整晚的 驚到白天才急急忙忙的跑回學校上課嗎? 可是不 昨天晚上她只是一口氣 把宅子借她的動畫給全部看完罷了 這個反轉完全定下了本作的基調喔 就是每一次辣妹子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 但真相往往都比我們想的還要再無聊或者可愛一百萬倍 比方說標題的女高中生私房話 乍聽之下是什麼很刺激的主題嘛 可結果裡面在聊的還真的全部都是 是關於便秘、生理期、除毛、用棉 還是用棒之類很瑣碎的東西 所以說呢意外竟然是一部知識型的廢謀翻有沒有 然後我得說撇開外表或者說話方式 這些妹子其實人都非常的nice 根據我多年的研究這種辣妹系聖母在動畫中出現的機率高達95% 對 真的超級無敵高 好 說真的 這部看女主三人組之間的閒畫家長證是超級窩心 很有趣喔 請一定要去看 嘿 第二部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溫馨力智的 年輕人幫助陷入中年危機的大叔脫離困境的故事 聖亞里曼學員的援軍日記 哇 光聽名字是不是感覺有一股聖結的微風徐徐吹過來了呢 製作本系列的Pink Pineapple是現在少數還活著的refund公司喔 而這部雖然第二集之後就換了一家工作室 然後也不是說到真的不行 不過反正本作兩位女主一個是個性活潑開朗的白辣妹 另一個則是外表兇惡但個性卻相當保守的黑辣妹 在與這兩位少女交往的過程中 我們那被妻子無情拋棄的大叔主角如見重拾信心 在職場上甚至還成功取回了部署的信任 這是何等美麗的故事啊 如果你喜歡Pink Pineapple的作品那我會說 這部有所有你想要的西川櫃屎的風格 那奔放的輪廓那誇張的動作 最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作品還沒開始烈化 可說是相當珍貴啊 不要欺負我長進同學全部都是在演屌絲阿宅 主角被辣妹學妹長進整天捉弄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該注意到的應該也都已經發現了 就是這一類標題寫作什麼什麼的誰誰誰 到了2021年基本已經是一個自成一格的門類 這一系列的動畫我將其命名為兩人世界系戀愛喜劇 除了男女主以外的登場人物被壓到了最低 且動畫的賣點也完全集中在這兩個人之間非常挑逗弱吉弱烈關係上面 而本作常進同學的大體上就是辣妹抖S版的高木 等一下高木本來就很S 所以好像也沒有抖S版吼 呃總之 這部只要你喜歡黑皮、虎牙、裸足、狂戲大小眼的辣妹後輩 那你就絕對沒有理由跳過這部番 看這類動畫你唯一需要忍受的就只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主角而已 哎呦被長這麼可愛的學妹整天年來年去好困擾哦 跟你講這種時候99%的男生心裡覺得都爽到不行好不好 真的是不要再爽了 第四位是一篇非常冷門的短篇漫畫 若他向我展露微笑 是的看來是一個純純的戀愛漫畫啊 跟前面那個不懂得惜福的小混蛋不一樣 這部漫畫的主角是一個遵守著母親的遺言每天堅持做好事的耿直青年 就算最後下場會很殘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哦 而就在某一天他遇上了一個開口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好人的女高中生 於是兩人在夜晚的一場心靈之旅就此展開 這部的師父取了一個超級難找的筆名 烏撒 導致你每次直接搜名字都一定會找到一大堆點兔的經文 但是如你所見 人家的漫畫雖然幾乎跟復健一樣有生之年 可是他爆裂細緻的筆觸跟意外可愛窩心的劇情 完全可以讓你感受到等待是值得的 例如人家最出名的黃金神威山源信傳的系列 還有在推特上連載的大河與靜香系列 對沒錯這個是靜香 至於本作則是人家在商業之上勘載的第一部作品 這個故事除了告訴我們辣妹真的很香之外 也向讀者傳達了好人有好抱這個道理 非常值得大家一同學習哦 300257慢著不屑 哦對烏撒老師還有用另一個叫妮喜達的名義在畫那一類的同仁制 所以有興趣者也自辯 既然這是一部講辣妹的影片 那總得有一部除了辣妹以外 啥都沒有的作品不然過不去 所以第五部我們看到JK碧琪的獻榨果汁 本作無庸置疑就是一部辣妹的神奇寶貝圖鑑 男主角在裡面在各種情況遇上各式各樣不同打扮、個性、風格的辣妹 有7-11的德福巧克力黑子 唱K配熱狗的學妹笨蛋子 電車上的迷唇姐鬆鬆子 以及人人崇拜的校花無上經典款的鴨魯子 這部動畫不僅告訴了我們文化物種寶玉的重要性 播種幫助這些稀有動物永續生存 更為後續準備要到來的辣妹界的最終BOSS 愛鋪好了莉菱的紅毯 而這個人又是誰呢?我們到後面就會知道 《菱形塔塔馬路》是我某一天無意在推特上翻到的繪師 因為一系列有關四個辣妹與剛被隔職的廢柴主角同居的故事 後來我順藤摸瓜才發現原來這其實是有完整版的 也就是爆炸辣妹的後宮生活 《菱形塔塔》最大的強項絕對在於 他不過於華麗的非常細膩的上色方式 四大辣妹、巧克力、牛奶、香草跟草莓夾心 每一顆的色澤都非常完美 且對主角的態度也隨便敷衍的恰到好處 但也不會讓你完全感受不到動漫辣妹該有的那種母性 然後我相信各位在研讀經典的時候 一定多少都有看過這種從上到下一整排的客觀圓景視角 這在經文之中能帶給讀者一種很獨特的窺視效果 一種連續不斷的纏綿感 而我會說這在《菱形塔塔》老師的作品中效果是最為明顯的 比方說小宅男在跟草莓夾心打架的時候 想掃叫的披薩剛好來了這樣何其為妙的一個生活感 可以的話真的很希望有續集喔 第七位是我在1P1就已經介紹過的軟爛濃郁系教主披薩老師 人家近期唯一還有在商業之上連載的就是這邊這個頭錢交際系列 講述肥宅主角怎麼又是肥宅 與同班同學的黑辣妹山田間的公平交易的故事 講到辣妹題材的本子那這種付費活動可以說是最經典的一種搭配 就跟麥當勞薯條配玉米濃湯一樣 本系列前兩集以山田為焦點的還有後面兩集以幕戶Course為焦點的 全部都是像這樣正正當當的經濟活動 而儘管Pizza老師那貝德感十足的味道在本作依然健在 可是越到後面你越能感受到他似乎有逐漸在走私一點狗糧進來了喔 嗯...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第八位則是我在EP2介紹過的變熊老師 變熊老師有三部作品是辣妹題材 但今天我想講的是Libido單行本的倒數第二篇 高中辣妹出道女主跟幼稅展主角間的劍教體育課 後續應該就不用我解釋太多了齁 這部是變熊老師的畫風真正開始成熟進入我好球袋的分水嶺 具有躍動感的筆觸、強烈的人物表情、聳力的聖劍 再加上非常知狗糧的純愛劇情 完美的捕捉到了動漫臘梅經典的反差萌屬性 恩對影片都快結束了我才要講 就跟我們喜歡外表看起來又土又俗 但里程數高的嚇死人的小汽車一樣 我們天生喜歡外表華麗但內在乾淨的小巴士 就是因為那個破壞力十足的反差萌啊 壓軸的這一部是我上個月無意間看到在恩戰發燒業上的本次 這部火的原因非常奇妙 因為它裡面講的故事是一個離家出走的女高中生 被一個正人君子的善良大叔撿回家照顧的故事 恩是不是一股強烈的祭祀感撲勇而來呢 話說這種口罩戲妹子我想也是在近幾年 由於線上抖內直播星期開始有的一種東西 就是只要你看到一個漂亮妹妹戴口罩 你就會開始懷疑她說是不是有在做什麼正當交易之類之類的 不過一樣你們都懂這種大叔配JK的套路 最終都是得靠主角的聖人光環先敢畫妹子 然後才可以接著跑後面的流程的 順來提如果你還是比較喜歡正統系辣妹 那也推薦你裝思老師的另一個系列辣妹姐姐回鄉下 最後可以為本影片畫下句點的肯定是 辣格男人 搜尋李界辣妹 絕對會第一個跳出她的圖的 愛上路 話說很長一段時間 我一直以為愛上路的念法是愛揚力 因為... 這個真的是比較直覺的一個答案嗎? 可是我想上網搜過她的身世們都知道 愛上路真正的拼法其實是 對也就是五十英的前六個字 不得不承認這個名字取得來真的是蠻有創意的 倒是講到愛上路她的作品難道真的只畫辣妹嗎? 說真的其實也不是 嚴格來說她較為知名的作品應該是催眠 不過人家兩部比較出名的漫畫 《復仇催眠》跟《催眠聖指導》 剛好都是以比較夯捷屬性的妹子為焦點喔 所以最後就也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上面這兩部都有一些共通點 比方說主角都是一個TM不知道在拽三峽的超魯肥宅 明明是自己偷抄女同學作業被打個正招 人家沒報警讓你直接射死就很不錯了 還莫名反過來說要去復仇 女主們永遠無法逃脫 這大概是今天所有類似題材作品裡面唯一一個攻守互換 主角是負責S的那一方 而且辣妹們真的也不是什麼聖母的作品喔 但這我也得承認對於愛上路 我個人實在也不是說有到多大偏好 跟水龍鏡還有五田紅光一樣 我覺得他們的菜都很普賴 可單純就不是我好的那一口這樣 他畫的線條都太硬太單調太整齊 缺少一點躍動感 可是呢這反倒衍生出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反而使他的作品特別適合被Bunny Walker設改變成動畫 因為人家也是走一個暗暫停很漂亮 動起來不會到Queen Bee那麼水就好了的安定路線 再加上愛上路於國內人 更使得人家成為少數有漢化純淨版的幸運兒之一 然後以上這十步就是今天我們的聽說辣妹 都是聖母的全部內容了 希望本集影片傳達出的聖結內容 都有讓各位虔誠的觀眾朋友們感受到滿滿的大愛 並且相信大家也都學到了很寶貴的一刻 不可以貌取人認同請分享 今後本頻道也會持續不定期推出這一類 安全不遑也不標的內容 我是尹川 我們下部影片見